揭秘中国三个稀缺姓氏你身边有吗 韩国人认定其中一姓为祖姓 首先排名第三的就是山姓 是不是难以置信 但事实就是在我们十几亿人口中 姓山的人数甚至不超过三千人 有人可能会想 这是不是因为山姓是近代才出现的 其实完全相反 它的历史可是非常悠久的 大约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 那么山姓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有很多种的 大家对此争论不休 有些人认为山姓是由岳姓演变过来的 说是当年岳飞的后代为了避免秦桧的追杀 把岳字上面的丘字去掉就变成了山 还有一种说法是 山姓源自古代的一个官职山师 这个官职主要负责管理山林 当然也有人认为山姓是神农士的后裔 因为神农士曾在猎山生活 所以就以此为姓 关于山姓的起源 其实古籍中有更多的说法 比如百家姓考义记载 山姓是出自姬姓 是周宣王的后裔 周宣王有个儿子叫公子师 风于山 他的后代以风帝为姓 称为山士 这个说法与前面提到的岳飞后代 和神农士后代的说法不同 但同样很有意思 这些理论各有支持者和反对者 但是大家都承认 姓山的人在中国实在是罕见 人口数量排在倒数第三 第二个稀有的姓氏是师 小伙伴们别被这个字吓到 尽管他看上去有点可怕 但是这个姓氏的起源 其实比身性要明确很多 在历史上 师姓的人有很多都是非常有名的 比如西周时期的大夫师臣 还有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师角 很多人认为师角就是师姓的十足 你可能会想师这个字代表的是死人 怎么会成为一个姓氏呢 其实在说文解字里 师还有另一个含义 那就是待死受祭者 也就是在祭祀活动中代替死者受祭的人 通常情况下 这个代替死者受祭的人 可能是死者的孙子 而且他必须是个地位较高的人 看到这儿 你可能就能理解 为什么师这个字会被用作姓氏了吧 尽管他有点吓人 但是他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尊贵的身份 其实对于师姓古籍百家姓中也有记载 师氏出自江姓是大鱼的后代 大鱼有子企封于师 他的后代以封地为姓 称为师氏 这也是另一个很有趣的起源故事 最后我们要谈的是中国最稀有的姓氏 宁星 这个字在作为姓氏的时候读作宁四生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姓氏被韩国人视为他们的祖先 要了解这个情况 我们得从宁星的来源说起 这个姓氏最早起源于中国的游牧民族 鲜卑族 他们是东湖的一个分支 后来鲜卑族被强大的匈奴征服 被迫迁移到山中居住 他们把这座山命名为鲜卑山 后来鲜卑族重新恢复了势力 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即北魏 虽然北魏的皇室姓拓拔 但其中有一个部落的姓氏是土宁氏 为了更加接近汉文化 北魏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 其中包括将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姓氏 改为汉性 因此土宁氏中的土字被删除 形成了宁性 并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宁性族人的生存空间逐渐扩大 他们从东北地区向南迁移 一部分宁氏的祖先 迁移到了现在的韩国地区 并在那里繁衍生息 所以韩国人的说法 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们的祖先中 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宁性后人 同时百家姓考议中还有另一个说法 宁性也可能源自于江姓 是封于宁县的后代 不过关于韩国人将宁性 看作他们祖先的问题 这可能与古代朝鲜半岛 与中国之间的交流有关 我们前面提到宁性来源于仙卑族 而仙卑族在中国北方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 他们曾在北魏时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此外仙卑族的一部分人 确实迁移到了朝鲜半岛 这就可能是韩国人认为宁性是他们祖先的原因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还有一些其他的稀有姓氏 比如谢姓 屈姓 善姓等 他们的人口虽然也非常少 但每个姓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理解 而宁性 施姓 和山姓 这三个姓氏在中国人口中属于最少的 如果把这三个姓氏的人加起来 他们的总人口可能还不到一万人 但不论他们的人口有多少都不能否认的是 这三个姓氏同中国其他所有的姓氏一样 都是中华文化漫长的变迁和演变过程的见证 每一个姓氏都有它独特的历史和故事 他们都是中国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对于这三个姓氏来说 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的荣誉 毕竟他们是属于这个我国姓氏大家庭中最稀有的一部分 这些姓氏的稀有性也许会让他们觉得他们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可能因此而感到自豪 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